接著帶你來看有一群網友 他們透過了網路社群 號召社會來賤愛心 一起為弱勢朋友募集了生活物資 捐贈給家福中心 分送給需要的家庭 而這群網友跟家福的社工 彼此是互相不認識的 但是透過了時下最夯的假人挑戰 還有網路直播的方式 來號召社會大眾一起做好事 一起看大家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跟著回去看 為什麼他們現在這麼的特別呢 讓我們看下去 一走進家福看見有人在分送物資 寫春聯 玩扑克牌 舞蹈排練 但奇怪的是 大家怎麼都定格不動 原來在挑戰最近網路很夯的假人遊戲 家福的服用工作 其實還是需要很多 社會上很多朋友的一個捐助 那當然在物資的部分 還有金錢的部分 都是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幫忙的 一群網友透過臉書直播 號召大家做愛心 募資500條愛心圍巾 500份基祥餐盒 及其他民生物資 捐贈給南台北家福中心 並分送給弱勢家庭 我們募集到500條的圍巾 跟500條的餐盒 來捐贈這個社福單位 那這過程當中我們希望就是說 純粹的不是只是單純的一個 給予的動作 我們希望能夠跟這些弱勢對象 能夠一起來挑戰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跟不可能的目標 目的是什麼 希望我們之間不要有任何的差異性 也因為這樣子所有的社工 志工跟所有的對象這邊 我們一起完成任務的時候 非常的開心跟愉快 這群網友相約來到家福送暖 雖然室外天氣寒冷 但透過公益行動 讓大家都溫暖了起來 就是剛好熱舞色 然後跳了很喜歡 然後現在就開始一直朝 跳舞這個方面前進 就是可以說是家福幫我找到我的夢想吧 因為社工老師就幫助我 就讓我表演這一塊 對 就是可以表演給大家看 網友透過臉書的直播方式 分享愛心行動 激起更多人的撤影之心 來幫助身邊更需要關懷的弱勢家庭 人間衛視黃冠發台北採訪報導